我們現在要開始上的東西叫做電化學 電跟化學變化 化學變化產生電 電產生化學變化 我們要先叫做電池 我們叫做電池是用化學變化來產生電 我們教你的電池是利用化學變化產生電 而這個化學變化就是一個氧化還原反應 所以透過氧化還原反應來產生電 那什麼叫氧化什麼叫還原 我們二年級教過 二年級教的時候是告訴你說得到氧的叫做氧化 失去氧的時候叫做還原 當時告訴過你那個是國中的狹義定義 還有一個廣義的定義 廣義的定義叫做失電子的叫做氧化 得電子的叫做還原 失去電子的叫做氧化 得到電子的叫做還原 像這個動畫裡面所顯示的 那失去了電子 佛得到了電子 所以那就叫做氧化 佛就叫做還原 那所以有人會得電子 有人會失電子 有人有得就有人有失 所以以前告訴你 有氧化就會有還原 有還原就會有氧化 兩個必然相伴發生 所以現在就是 那因為這裡就是氧化還原反應 就是有所謂的電子在轉移 從A跑到B 從B跑到A 有人會得失電子 所以就有一個推動的力量 去推動電子去流動 譬如說它會產生一個電位差 然後讓這個電子會流動推出去 怎樣它就表示我會產生電 所以就會叫做所謂的做成一個電子 電子讓會推動 推動我們的電子在流動 推動電子在流動 所以這個得失電子的狀況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個化學變化 所以這個化學變化的狀況 當然是會跟它的活性有關 會跟它的活性有關 然後呢 所有會影響我們過去所說過 會影響一個化學變化的因素 就是會影響一個電子的因素 因為它就是一個化學變化 所以以前教的現在通通都會再出現 比如說活性大小會影響嘛 比如說我們講過溫度會影響嘛 對不對 我們說濃度會影響嘛 所以這些東西都會影響到我們的電子 所以尤其是那個 比如說特別的電子 比如說手機的電子或什麼 它可能會註明或者是一些機器的 比如說那個高波那種 運動攝影機啊 或者是低域啊 它會註明說我的適合的溫度是多少 太高溫太低溫 它可能就會有一些狀況 所以溫度會影響 所以溫度會影響它的電子效率 因為如果沒有化學反應發生 就不會有電了 不會有電 就沒有電位差 所以溫度太低是不行的 溫度會影響 所以溫度濃度什麼都會影響 所以我們以前教過的 會影響的通通都會影響 那使用一段時間之後 因為濃度變小了 所以反應就變慢了 所以相對而言 推動的力量就少了 所以電壓就減少了 而你要使一個機器匯動 需要有一定的電壓 那所以如果你的電壓不夠 就叫做推不動 就叫做沒有電 就叫做沒有電 就沒有電 可是電池就是沒電的意思 OK 那我們講過活性大小 這邊就有一串的活性的 這古時候背過的 這個是古時候背過的活性的大小 巴拉巴巴巴巴巴 這個以前用背過的 背過的不用理他 就是再看一次而已 那我們後面會帶到一下 跟活性有關的事情 不過我們考的都很簡單 所以你應該就很容易知道 那電池我們就說過 它有一個正極 有一個負極 還有一個電位比較高 還有一個電位比較B 就我們在前面教過了 請問你啊 電池電位比較高的是哪一極 他有個正極 有個負極 有個電位高 有個電位低 比較高的是哪一極 那那麼八號 八號 南極跟北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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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極 南極 比較高的正極喔 請坐 負極啦 通但 副級 然後呢 我們以前告訴過你 我教你的 Sunday節為了方便計 正級就是什麼樣的電流出 副級就是什麼電流出 正級什麼電流出 副級什麼電流出 是以前講過 我們上課 講課 方便取究 我們就這樣教 到你能夠知道一些流動的方向 第幾號碼的總 ノ 帥哥男友嗎 29 29 正極就是哪 什麼電流出叫正極 5 電子流出叫做正極 負電流出叫做正極 請坐 就很正常嘛 正極就是正電流出嘛 負極就是負電流出嘛 那這樣子就很容易知道電流的方向啊 電子流的方向啊 你就會比它那個方向就很容易記住了嘛 但是我們講過 嘴巴上講說正極就是正電流出 可是事實上 只有一個會動嘛 真正會動的是只有一個嘛 並不是正電也會動 負電也會動嘛 真正會動的只有一個嘛 是誰呢 真正會動的是什麼東西呢 是誰還是真正會動的呢 這位叫做沒有號碼 有 九號 真正會動的是什麼 金屬倒體裡面真正會動的是什麼東西 負電不算錯 能不能講是怎樣的負電 蛤 秘密桌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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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電池 自由電池 請坐 真正會動的是自由電池 真正會動的是自由電池 所以只有負電會動 那只是嘴巴上跟你講說正電正電流出 這樣子要記那個方向比較容易而已 這又是簡單的跟各位講電池 就是利用化學變化氧化還原反應所產生的 講一下正極跟負極高電位跟低電位 這算是有很多內容都是負極的 OK